眼前这个每天被游客为的水泄不通的兵马俑 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因为他是自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 至今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人工去修复一处的兵俑 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下葬时什么样现在依然什么样 这尊兵俑身穿战袍外屁铠甲 双手一上一下横握在身体的右侧 他单膝跪地 上身比之挺立双目炯炯有神凝视着远方 注意看这几张图片就是他刚被发现时的样子 全身上下被各种颜料装饰的五颜六色 令人可惜的是在1974年那个保护技术不先进的年代 在出土15秒后 兵俑身体上的彩绘遇到空气瞬间变成了土灰色 但万幸的是这尊兵俑全身上下没有一处破裂的痕迹 后来专家研究发现那是因为当年兵马俑啃他现实 直立的兵俑基本上支撑了上方的重量 而这尊桂舍俑幸免于难只是被黄土淹没 并没有受到任何重物的挤压和碰撞 如今他被完整地保护了起来 并在成千上万的兵俑中被评为正短之袍 通过这尊完整的桂舍俑 我们可以发现他身上三处古代老祖宗惊人超前的智慧 第一桂舍俑身上的细节处理 他主要表现在这尊兵俑头发丝手掌纹和布鞋底的针眼上 头发丝可以说是根根分明 就连头上扎的小辫子都形象逼真 再一个在他手掌心上爱情线事业线生命线的纹路也都清晰可见 最重要的是兵俑的鞋底工匠在制作时 树密有致的针眼都被他们细致的刻画出来 我们都知道穿布鞋时最容易受力的是前脚和后脚 所以制作布鞋时一般都会把鞋底的前脚掌部分和后脚掌部分缝根密集 难门可贵的是这样细致入微的工艺都能在兵马俑身上发现 第二人体工程学原理提现上 注意看这尊贵射用胸前和肩上的盔甲 胸前盔甲是上片压下片 而肩上盔甲是下片压上片 这样的设计非常有利于士兵作战士全身的活动 而这种盔甲的设计也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第三处是冰勇身上的颜色 注意看贵射用的背部至今还留下着红颜色的印记 这是2000年前工匠从自然界天然地提取出来的矿物质颜料朱砂 我们前面讲到这尊贵射用出土时是五颜六色的 在这众多的颜色中紫色的颜料也被涂抹在冰勇的身上 而据专家研究发现 这种紫色颜料和现在的科学家在研究超导体时出现的一种衍生物的颜色一模一样 紫色也叫做硅酸同辈 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科研技术的年代 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是如何提取出这种紫色的颜色的 这一发现至今也成为了兵马俑的一大未解之谜 这一发现了一种衣服的颜色的颜色